阿姨 那个 月月 喝口水 谢谢 谢谢 对了 那个 月月 下次来就别买东西了 咱家啥都不缺 你这 这拎东西来多见外呀 没事 这拿点东西 就自家人了 我儿子怎么这么不值钱呢 不是 妈 你看人家月月不是 头一次来咱家吗 那我是你娘啊 她是你娘啊 不是 您是我娘 大叔 你不是还要团生意呢吗 去吧 去谈你的生意 给我和孙姑娘 腾点空 对对对 你要是有事你就先去忙吧 我会和阿姨好好相处的 那行 那个 妈那我出去溜达溜达 那个 我出去溜达溜达 早点回来 我妈这人 把新政府快说啥 并往心里去 对她好点 就等我 小心她 妈 那我走了啊 你给路上小心 好嘞 好嘞 阿姨 您喝点茶 你知道我为什么唱歌吗 我不知道 现在这姑娘啊 那脸抹得跟唱戏的似的 你根本就看不出她长什么模样 就连这眼珠子的大小 都是假的 那根本就看不出什么面相来 那听声音可不一样 我原来 在我们献文公团的时候啊 就有这么个说法 说听这人的歌声啊 就能看出一个人 那那那阿姨 您的意思是说 这不会唱歌的就是坏人 这不会唱歌的就是坏人 这会唱歌的就是好人 我不是就说的是这个理吗 你家几口人呢 我家三口人 我是独生女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呀 我爸妈是旅游商人 做点小商品买的 怪不得一身娇生惯养的样子 阿姨 我大学的学费都是自己挣的 我不花家里的钱 那个阿姨 您看 这是我爸妈特意情不外 带回来的饼干 那个您尝尝 看喝不喝味道 来 来 怎么样 这饼一般 不如大厨烙那饼好吃 第一次去就这么对你呀 不早说吧 我陪着你去 你就不让我去啊 我哪知道会这样啊 要是知道的话我还 来我啊 来 这儿去赵总 来 这儿去赵总 不好意思啊 那这地板挺贵的 那我给你换 月月啊 那啥 别生气了吧 赵总啊 看出来了 您实在是太忙了 你看 交了学费也不来上课 弄得我跟月月 特别不好意思 您今天既然来了 要不然咱们上个心理课 我啥好意思不好意思的 那俩小钱 那个下回再怎么 月儿啊 我代表我妈 你没听见杨老师说上课吗 上 那 开始吧 我这活动哪儿啊这是 活动活动一样 来 起来 一 二 三 来我 来我 行我 行我 你断了 来 行我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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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行 小龙铃 我还能来点 差 还差不多了 骗死哪 赵总 你这童子弓不行啊 那我 我觉得也练不出来了就这样吧 别学了 走吧 月月 那个 别走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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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孙月 你是跟那个赵树 签了什么卖身器了吗 怎么就非他不可呀 我看他也就那样了 你不会是为了换个大教室吧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你可千万别啊 这是你一辈子的幸福啊 两位姐姐你们说什么呢 是 我承认 赵树的客观条件是很好 但是我也是发自内心的 真心喜欢他好吗 不会吧 你真心喜欢他你能告诉我 你喜欢他什么吗 我爸常年在国外做小商品生意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老不在家 其实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成熟稳重的男人才能给我安全感 孙月 你练富啊你 算是吧 那没辙了 那姐们我们只能帮你搞定了 喂 妈 依依啊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这咖啡厅等你半天了 我不是说了我不去吗 你是要气死我吗 上午这呀是金算师 长得呀白白精精的 还受过英国神社教育 这脾气修养也好 下午这呀是室内设计师 中国人画修为极高 情形书画样样尽尽头啊 对了 还喜欢下厨 喜欢收拾屋子呢 随便嫁一个啊 你都是人生赢家 妈 我这儿有事呢 再 再说吧啊 底部来 那我替你相买 我的女婿我做主 你妈又让你相信了 确定你们俩不知道 我们俩还没挑好呢 这个呀肯定是阿姨 从网站上找的吧 不知道又是什么形容 阿姨 你说你不去 你妈该不会替你 去把这亲给箱了吧 怎么可能啊 这 是呀 咱们说你对不起 来啊 这样子 不是吧 我相信就是你 啊 你好 壹翻圈 没有用 你也不在心里 我行为了 好多误会 我会行为了 你真正好 我看你这儿有没有定位啊 这位孙岳姑娘是水命 不是水货 水自然流动的活水才是好水 围在身边的 是死水一潭 所以呢 只需平日 朝之即来 挥之则去就足矣 说人话 他的八字以赵总你略有不合 反观这位大春 相貌虽然普通一点 但和赵总你 是很有夫妻相 让孙岳八字跟我合 姻缘天定 怎么能随便动呢 我是要灼烧的 对吧 这个姑娘清纯如月 圆润齿白 眼神柔和 颇有妄夫相 赵总一束临风 虔诚似解 没必要拴在一个女人身上 说我心坎里了 我怎么会被一个女人拴死呢 所以我要跟这个孙岳结婚 她就是一个聪明的公样 她知道什么叫等价交还 她知道什么叫进退有动 是 赵总一定能驾驭好你们的关系 废话 这世界上我就一个女人驾驭不了 所以想请您亲自出马 我 我 我妈 赵叔 你是我的八蛋 赵叔 师姐 师弟 怎么了 你教授啊 师弟 师姐 师姐的幸福就交给你了 不是 你这干吗呀 来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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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你才答应了 您好 您是毕教授吧 我是毕教授 赵总让我来接您的 太客气了 赵总给了我地址 我本来想自己过去的 来 上车吧 我帮你拿吧 太客气了 这边请 这边请 找谁呀 我是熊教授 毕教授的同事 老毕呢 毕教授夜观天象 今日不宜出门 所以由我来代替他 什么工作态度啊 毕教授跟我交代过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行吧 你跟我进来吧 我告诉你啊 我家老太皮肤好啊 咱俩按语言来说做 记住了吧 记住了 来来来 妈 这大师是我请来的 他老有名了 干吗呀 看看你妈这老骨头 什么时候断气啊 不是不是 妈 我没那意思 那你不是说 让我跟大叔结婚吗 我现在结婚这么大事 我 我怎么也得 找一个明白人 给我俩算了呢 看来老夫人 也不是特别欢迎我 得 我也是一明白人 我 我妈她不是那意思 我妈就是 就是 就是说话直点 她绝对没有 赶紧走的意思 妈 我这大师好不容易请来的 你好歹听一听 她如果要是说 我跟大叔合 那我俩就把婚事办了 还不行吗 跟我走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天 来 来 来 有香啊 那你就和我看看 我这儿媳妇呗 老夫人啊 这女性的面型啊 分四种形态 金木睡梦 您这儿媳妇的面型啊 和您儿子 那是相当地般美 标准地望腹脸 所谓呀 命是土水是运 水推土命改运 啊 从生存八字上来说 您儿媳妇和儿子 这儿媳妇会相当地望赵总 而且也会望你们整个赵家队军 大师 确 确定 我不确定 你确定了 那你干吗那么大老远 花了三大钱给我请过来呢 还不是因为人家送我的外号 第一准啊 不 我看就挺准 这我溜了你 你别瞎说了 老夫人啊 其实从命理上来说 还有一种关系 叫吸 啥 啥叫吸啊 我给您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 这狐狸精啊 吸男人的氧气 这一开始男人没什么感觉 还挺快活 但是这吸着吸着 就说赵总的 前半生的运气啊 有起伏保佑 事业有成 是遇到什么样的女人 都不会改变了她的好运 但是这下半辈子 在女人上可得好好挑挑了 万一挑到个吸着 那可就不好说了 但是我给您保证 您这边儿吸着 肯定什么都能够破掉 我说什么来着 这大春他就不用看 你就别在这儿吸了 什么狐狸精彻 扯什么呢 你先走吧你走吧 今天不用你了走走 赵总 赵总 您最近这气色 我 我气色咋了 如果没看错的话 您现在应该正被吸着的 太对了 太对了 你看 他身边现在已经有狐狸精了 老夫人找到我 其实我也想了 是我点中听的 我就陪您走了 但是我又收了命运气 我不能胡说呀对不对 妈 你看那胡子 你看胡子开了 怪不得呢 我说 千耀你是说什么 你不说什么 你给我站住 老夫人一定记得我说的 我别跑 别让我看着你 你干什么 你乖 也没地有人了你 你还靠人 那手在找个笑片 妈 你知道吗 其实你 可忽锐 你说你 你是不是有病你 Bio ampa 是 那个算命的 是不是你找的 有事进来再说 把门关上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我 我必须得证实 那个假的那个算命的 是不是你找的 没错 是我找的 你不人在先 还怪我不义吗 我 我 你太不讲道理了 我怎么就不人了 你开的 你开的条件我都答应了 条件 我是答应了呀 我要结婚 讲点道理行吗 咱俩是合作的那是 那是合作伙伴 他不是人生人生的伙伴 别他妈给我来文艺的 赵叔 不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你早干吗去了 我告诉你 以前我还哭天喊地的 我要挽回点什么 现在晚了 我告诉你 我就要耗尽你 我就要耗尽你 你跟那个小狐狸精 也别想得逞 你去盖那小狐狸精 占了老娘的窝 还想得老娘的食 没那么容易 你 你也别太过分了 你 你不就是我妈给你撑腰吗 赵叔 你还是不是人 连你妈里都敢骗 我 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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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得圆圆的 我告诉你 我就不愿意跟你这种 暴力的举人玩 滚 你呀 你 永远没人要你 你会挡着 熊家犬 熊家犬源于梅花犬 是在梅花犬的基础上 改创而来的 清朝前蒙年间 梅花犬的第八代传人 熊传福自幼天资聪慧 拜吴明高手为师 习练画梅犬十二更 他在梅花犬的基础上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未故故自封 一直在吸收古今中外 各种基技术之精华 包括日本空手道 西洋拳法 巴西柔树道 这本人采访的一九九七年六月 熊家犬已传至第十二代传人 熊家犬 最小传人年仅十岁 名曰 熊蛋 怎么会有熊蛋呢 好 难道外国认识熊蛋 王师傅 你先走吧 不用来接我了 明天我自己开车回去啊 王阿姨 熊蛋 你来看老爷子啊 是啊 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跳槽的事啊 我没有想过要跳槽啊 世美给你开多少工资 我佳德给你开双倍 不光是钱的问题啊 怎么不是钱的事啊 你不着急用钱吗 要钱也轮不到你们佳德呀 要怎么又是你啊 都盯上衫了 谁盯了 老杨托我过来看看老爷子 谢谢了 心里不必了 黄总 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前几天还跟我姐妹长 姐妹短的一起商量 怎么给依依找一个金龟婿 是 掉头来你就来挖我墙角是吧 市场经济 人才是价高者得 怎么着 人家熊蛋卖给你们世美了 卖都没卖 合同金还没到呢 我可以等 那个黄总 李总 你看现在也算是我的私人时间吧 咱们有什么事 咱回头再聊 裙蛋 你现在就表个态 你对市美有什么不满意的 尽管提出来 熊蛋 这工资职位啊 条件你随便提 就算你要坐我的位置 当然 我也要考虑 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什么像不像话 当着我的面 你就这样啊 怎么着 我就是当职业了 你就是怎么着 你就是怎么着 不太不像话了 你知道吗 当然了 你这么巧 熊蛋 你这是哪儿呀 走走走走 干吗呀 别停了 继续骑啊 我有话跟你说 你看看 就是你把熊蛋都给气跑了 我的员工 我能给他气跑 这本人采访的一九九七年六月 熊家泉已传至第十二代传人 熊家泉至今为止 最小泉人年仅十岁 名曰熊蛋 是你爸 应该是我爸 肯定是你啊 有几个人叫熊蛋的呀 你就一点都不记得我外公 我十岁的时候 年龄还太小了 但是那年正好我妈去世 家里发生事挺多的 我都记得挺模糊的 不过那年好像是有记者 到我们村里来 这样我回头问问我师姐吧 她也住成立 我说呢 我外公怎么会看你哪儿哪儿都好 人别人看我都挺哪儿哪儿都好的 除了你 我说 这个意思这是今天下手怎么这么狠哪 我就不相信我留不住一个男人 什么男人 趴下吧 你到底按不按了 任命书 鉴于熊蛋的工作能力 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 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已具备升迁资格 同意本区主管陶文同志 推荐熊蛋晋升花园小区片区主管的资格 熊蛋 你说两句吧 其实我现在的感觉就像 天上掉了一大馅饼 直接砸我头上了 这点充气啊 其实我不能保证自己 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 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跟兄弟们 战斗到底 好 好 好 你舍得给我打电话了 你这语气听起来有点像我女朋友啊 不是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干吗 出事了 余总 给我升职加薪了 那这是好事啊 那你还这语气 你有听说过哪个主管 他不坐办公室还天天跑活的吗 从今以后啊 我的活我必须得干好 别人干不好的活 也都得算我头上了 师傅 你被那个杨依依折磨得 都有被害妄想症了吧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啊 你知道推荐的人是谁吗 好玩 杨依依的好姐妹 你真觉得这背后没什么阴包吗 就是一次简单的升职吗 反正我在这里画个问号 傻屁啊你 你到底跑上海干吗去了 师傅 我瞒了您很多事情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 你应该会生气 不过我想 你应该也会为我高兴吧 你的傻徒弟李梦 不再选择天上的星星了 要选择陆地 选择人间烟火了 沐小姐 里边请 请 我有点事情就先挂了 这两天就回去 回去再跟你说 你先下去吧 好 魏淑珍小姐 林墨先生 请 沐小姐 今天你们二位想吃点什么 既然魏小姐是这里的常客 那就请您做主点菜吧 沐小姐 我要一份小牛肉 好的 这里的小牛肉不错 都是澳洲进口 你可以试一下 对了 沐经林 您跟主厨说一声 上一次的橄榄菜啊 有一点甘味 不好意思啊 这次啊一定不会了 上一次 您不会上一次 也在这儿安排了 三十二场相亲吧 不 依您的学历应该是 全球三十二场巡回相亲吧 请问二位还需要点什么 一瓶福的家 好的 二位请稍等 他刚才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在鄙视我吗 大中午点了一瓶酒 是不是脑海中在想 这个人一定是个酒鬼之类的 天生 您的酒 好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我不吃牛肉 但是我嗜酒如命 你又不喝酒 我相信 我们应该在其他的兴趣爱好上 也没有什么共通点 比如说听音乐 看书 不 我也不看书 我看得出来 所以你看 我们父母把一场无碍的婚姻 强加在你我头上 这就是纯粹的商业利益 合作伙伴关系 难道你不反抗吗 婚姻比起激情 更需要的是利益的共存 和契约精神 我看出来了 魏小姐心里有一些 黑暗面和阴暗点 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些 言情小说 来回归一下女性的情感 李先生在见我之前 一定做了不少功课吧 是的 我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有六百多条评论 但是太过于猥琐 我觉得还是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不是一个什么白马王子 我对女生也不绅士 我会让你的家人很丢脸的 我很擅长这个 我看得出来 所以你还打算接受我吗 然后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婚礼 接受各种采访 接受各种采访 我们假装恩爱 然后背地里 再去找个情人 我不需要情人 连这种欲望 你都可以压制自己 真的有点可怕 不好意思 吃礼了 李先生确实非同反响啊 之前您的母亲 已经打过着火了 说您不会好好地吃完这顿饭的 我现在还是被您惊讶了 您可别告诉我 您看上我了 如果我没有爱上别人的话 我也许会对你有意思 别人 我之所以不能喝酒 是因为 我有宝宝了 是 婚姻比起激情 更重要的是利益共同和契约精神 这是我父母的观点 我不认同 我很高兴你也不认同 我觉得感情和婚姻里面 应该是要有爱的 你放心 我会跟他们解释的 别了 这个责任 不应该女生来承担 我会跟他们解释的 我希望 您跟您的孩子 和他的父亲 做好提前的准备 我相信这个准爸爸 应该不是你父母 很满意的人选吧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场 硬仗要打 我这关 我先替你过来 谢谢 我想 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老妈 你这消消气 别有罪话舍得 我没逼着你马上结婚 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你怎么就知道 这个魏淑珍不如陶文呢 你已经查到了 厉害 居然承认了 对 你们快递网点的主管 就是个单亲妈妈 叫陶文 不会有那么巧吧 说这个之前 我们先说点正经是吧 之前我们的协议 我已经拿到 网点业绩第一了 我回去就辞职 你也不要再干涉我了 想清楚 你真的觉得自己 完成任务了 如果乙方拿到市美快递 网点业绩第一 甲方不得逼迫乙方 继承市美快递 并充分支持乙方自己 自由创业 我都已经拿到第一了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回公司 问一下 我们的协议是半年 现在还有两个月 我怎么知道 未来的两个月 你的业绩会怎么样呢 还有 你无故矿搬五天 这是要扣分的 这五天的工作 是由一个叫熊淡的快递员 替你完成的 这是人家的业绩 据我所知 熊淡最近升职了 应该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吧 快递员李沫 我现在很怀疑 你能不能兑现你的承诺 怎么样 要不要提前结束赌约呀 儿子 你说你何必呢 你何必跟着他们天天吃盒饭 睡硬床 挤公务澡堂 这有意思吗 行 我现在回去 把剩下的业绩给补回来 等等 我现在觉得你是为了跟我 做对而做对 这对你的人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不论是感情还是事业 对 既然是这样 那我不妨做一回恶人 把悲剧扼杀在最初 您现在咬死了 我在事业上没您不行 也咬死了我没有办法 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幸福 那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要在这个协议上 加一份条款 如果我拿不到网点业绩第一 我不但回公司上班 我还离开桃尾接受相亲 死绝死绝的 真是我儿子 那你还不说 我凬乱 你怎么还不想 我犯了 我犯了 走 你说你妈什么急事啊 还把泥给撇下了 她没事就撇下我 是吗 喂 你好 喂 你好 是江洋姐是吧 我是钟博士 是这样 咱们不是约好了 今天在一起吃饭了吗 我已经到了 马上进去啊 好 我 我也马上进去 稍等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有点事 搭过来一会儿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车位是我先看见的 你扛他进来 讲不讲道理啊 怎么看 我车位呢 你是我先看见的 照你这么说 那大街这不都没 你我看到 那都是我的了 你是什么流氓逻辑啊 你说谁流氓的 我说你流氓 不是 你要是不会开车 你去做不应不必审计 你大费你时间我不管 你不要浪费我时间 我说我看你挺思惑的 你怎么这么没素质没教养 女士优先懂吗 女士优先你懂不懂啊 那你们女人平时喊着 男女平等 男人怎么不这么说啊 我可告诉你啊 你这车牌我可记下了 我待会儿要开着我这车 拉着我未婚妻去酒店呢 如果说我这车有了什么滑痕 算你的 谁要是跟着这种男人 倒了八辈子没了 贝贝 一会儿看你表现了啊 表现什么 杨小姐是一个舞蹈家 算不上舞蹈奸 你了不了解我学的这 这个气箱学这一块 不了解 作为一个舞蹈家 你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 四肢剑剧 这小朋友挺可爱的 阿姨好 小朋友 我比阿姨大不了多少 喊叔叔就可以 你喊叔叔我给你叫甜点吃 你喊叔叔我给你叫甜点吃 不叫 你是不是不会叫叔叔 你会吗 不会啊 那你叫吧 现在出两个我看天气预报了 我这 这这这这这这热 不光没有看天气预报 也没有看时间吧 要不然 早一点到也就不会 跟人家抢出位了是吧 贝贝 还吃吗 不是啦 射吧 不好意思啊 那我们先撤了 谢谢您请我们吃饭 顺便说一句 您得多吃点不顾脑子 别吃顿饭 就想跟姑娘回酒店 多不好啊 是吧 走吧 贝贝 我们走了 大爷再见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打扰一下 那位先生想给您买单 给您道个歉 行行 好的 好的 走 拜拜 什么人啊这是